哥哥不露面 弟弟也拿不出解决的办法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李大姐呢始终没有联系上同名语 最后倒是弟弟同名委给执行法官提供了一个还钱的方法 可能他也知道 接下来执行法官还得找他呢 与其那样还不如自己主动点呢 同名委提出 等秋收后用卖苞米的钱先还一部分 那你能不能来一趟 你把你这事那个落到纸面上 比如说那个我这个玉米能卖三万五千块钱 能还人多少钱 一会儿人家圆盖也过来 你先来一趟 就说你半个月以后卖也行 你把这事落到纸面上 一会儿人家圆盖也过来 你要是说那个多卖点钱 你不也多还圆盖吗 圆盖也没有啥不乐意的 对不 你多还钱 圆盖也多拿到钱 手机也不差这一会儿啊 执行法官打完电话 也基本明白同家两兄弟的分工了 现在哥哥说呢 是在外边招了钱的 弟弟呢 在家收包米 估计今天能先替哥哥还上一万到两万 那这个数额申请人沈先生能同意吗 剩下的钱又该怎么还呢 下午一点多 沈先生来到了法院 沈先生一来到法院 就看到了坐在椅子上的李大姐 当年您见过的日子之前 来来 来 来 在这儿 她是来过 来过 来过 我记得当时你说 就是谈到设计协议的时候 他们也都在了 她在在在 然后我们说 您也是因为这边有担保 您才同意她们 对 对 对 他没担保能得好 你也出了 我帮你唠两句还不行吗 她担地保 所以她还有她那个弟弟俩还担导 我自己闹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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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没问题的话 咱这哪儿办事 咱还有啥不信的 他真正办事咱没啥不信的 然后大姐现在是啥情况呢 大姐就觉得她当时来了 她啥不信了 她就不知道哪个事 她明天的名字都不印了 知道吗 说你都不能印 你就去打合伙 这肯定不是开玩笑嘛 我一定是你嘛 你不认识我当时叫你来 老师我进入我打听你 叫啥名字的吗 我没打听了 你没让他说 他现在不会那么言为 那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那你把他放音接着 他已经进入了 对 泞治症 有信心 有信心